Hello 大家好 我是版主Vincent 你現在在看的 是The Richie Blackmore Story 新的Live DVD加CD 和這個六十頁字 Booklet的一個開箱文 外面就叫開箱文 但可以叫這個開封文 它是這樣的 除了有Ritchie Blackmore的樣子 Ritchie Blackmore Story 還有粉掌帶金鏈 它跟你說 它下年有場Show 我去 有三場Show 還有現在Ritchie Blackmore 它自己的Project Blackmore Slides正在逛逛 這個就是 告訴大家 這支碟是 Live DVD加2CD 它會有一本特別的 復禮送 好像是CD加Blue Wave 或者普通版的CD加DVD 沒有這本復禮 除了有這場LIVE,1984年的LIVE IN JAPAN 有這一堆歌曲,而且會有一系列的Interview Interview除了之前網上看到的之外 也會有親身訪問,Ritchie Bedward 有David Calvado的訪問,以及類似的 當年1984年的LIVE IN JAPAN 就已經是RINGBALL第三代LIVE IN JAPAN 除了Beg魔侠不定的轉了Keyboard 以及BASS之外 這場LIVE IN JAPAN 是WARGER GLOVER WARGER GLOVER就是DEEP PURPLE的BASS 第二代的BASS 這也是WARGER GLOVER 今次唱的就是JOLINE TURNER 我個人不太喜歡他,不過是不錯的 Keyboard這個不是太出名的 可能聽夠聽話 古佬一般 一般 這個時候Keyboard已經離開了 DEO在1984年 就已經在玩自己的Project 就已經叫DEO 好像是剛剛1983年離開了BASS BASS 大致上是這樣 現在開封 現在開封 開封 這些是沒辦法的 外面有些人開封 我自己開封 我自己開封 就盡量都開封 當然要留下這兩張小碟子 連在本身的位置上 我的做法就比較會是這樣 等一下 先看看 OK 等一下 先去買這張小碟子 這張小碟子 就是我剛剛在Facebook說的 就是我回到前公司 其實我前公司 我就在一間叫Evolution的公司做的 那 其實香港 它叫做那個 market 不是非常之大 因為它最主要是 是做 少量的audio file 那 還有就是 在我國簽一些 label 回來做回香港版 再賣出去之類的工作 那 他們的artist 就比較多人認識的是 就是conning tolbert 就是唱 就是很小時候 小女兒參加 British Scott Talent 那個conning tolbert 那 Susan Wong 就是唱女聲的 還有 Julian Taylor之類的歌手 即我都很喜歡的歌手這個歌 那 同時 他們都拿了 Eagle Rock Entertainment的產品來賣 那 所以就 除此 除了今次 會有 Ritchie Bradmore Story之外 之外呢 我就在他那裡 買了一隻 Taste的Live 還有 買了 Elon Smith 2014的 Live 的黑膠 送給大家看 送給大家看 對 那 Taste就是 Wallby Gallagher 國人發展之前的樂隊 對 除了有一堆之前 都出過了 好像出過一段時間的歌 那 還有一點是之前 Unrelease的 那 就 Elon Smith的 2014Live 其實 Elon Smith之前 那隻Live 2013 日本那場Live 就是我做Production 的負責 我幫忙做 不要說我做 那 那時候的碟 就不太成功 因為 他就 所有 最主要的Release 最為人熟悉的那些 那隻HIT 剛好那隻碟 就沒有的 但是這隻碟 就有了 就有 就有些比較HIT的歌 例如是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那 就 Crying 對 Live on the age 之前的東西都有的 那 就 Dream On Wall This Way Sweet Emotion Mamakind 那 其實這隻碟 有興趣 我都推薦大家買的 那 大哥 支持一下 都 算叫做大Bang 而且都很少可惡有Live 而且 老實實 70年到80年到 Bang 其實最值得 看的就是Live的東西 對 我就是這樣想 那 那這張碟呢 就 有興趣找我買 那 外面HMV 那些叫做 搖擺囊 都可以買的 對 Walk Gallery 大家都知道 Walk Gallery 都可以買的 對 Walk Daniton 那 Taste一隻呢 就 又喜歡玩一些 Irish Rock 還有 Bruce Rock 對 那 聽說 在香港買得很便宜 因為 認識Wallway Galaga 或者會聽Wallway Galaga的人 都非常之少 對 我們又說回 Witchy Blackmore 那 那 他這隻呢 就是 那 12x12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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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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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來計後好像沒有吵架 大家可以看 OK 背影 75年的Badmore 很清楚由他小時候開始講到他大 這張照片就是他小時候拿的吉他 這支是類似335 也不像 但後來有一陣子都用了Gibson的335 在Outlaws的年代 他之前是做音樂 是一些很專業的音樂 你看看 你很少看到Ritchie Blackmore會笑成這樣 像貓王一樣 像怪人一樣 以前已經是一個非常技巧的吉他手 Outlaws 你想想多可見Badmore 那麼無法推動 OK Mk1 Mk1的時候我們會有 John Sample做Bass John Lowe做Keyboard M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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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R筒 Mk1 Mk1 原來R筒 In Play Rchant 剛才說漏了 好了,廣家後來推出了 《 Books of Tate》 1969年的時候 仍然是《 War Events》 Ritchie Blackwall 這個年代仍然在駕駛335 我覺得他知道335沒有聲音 但他後來 將Fender調到的聲音 有點像 那種聲音 但他開Fender的時候 又是另一種聲音 很棒的聲音 現在講到Mk2 Mk2的時候 他把Walk Events 和Sample 進入了 Ian Gillen 以及 Walter Glover 其實是找到Walter Glover 後來Walter Glover 介紹了Ian Pace 大家都想改革 因為槍 將來將去都類似Beatles的感覺 大家都覺得沒什麼突破 對Bang 有一個共識就是 Letshapping這麼成功 我們應該要找一個叫的 還有有差不多的技巧 一個感覺非常新的 之後 找了Ian Gillen Mk2 1969年 這張照片會在 《Books of Tale of Sin》 還有在 那隻 Live album BBC 之前Courser Program 1970年 那隻 Live 看到你的照片 是 Mk2 1969年的時代 穿得好像羅賓漢一樣 香港用的衣服都非常難找 那 1969年 Badmore Badmore已經轉了 法型 對 拿近335 好了 70年的Badmore 都已經算是 技術的頂峰了 對 他那時候 就換了 開始換了 Fender 那他知道Fender 聽聞呢 就是Lcaptain 不用 那別人 就給了 Ritchie Badmore 那Ritchie Badmore 就用了 我覺得挺正的 有一點Hentrix 感覺 因為其實他那時候 是有一點想做Hentrix的感覺 覺得Hentrix的Live很有型 很想像類似他那樣的風格 所以就試一下用Fender 總之就用到現在 對了 Badmore 1971年 在Montro的時候 Montro的時候 Fender Montro 在這個年代 就差不多 Machine Head 對了 又是他們的 照片 Badmore 71年 Denmark Denmark 這場表演 我覺得還未算是 Mk2最棒的一場表演 但是 那時候 Ian Gilran 已經好像用真聲 唱Try in Time 又是很棒 Try in Time Try in Time Try in Time Badmore 說過 Fender 非常有性格 至少他經常都不適合Try in Time 跟他個人差不多 他覺得Fender的性格是跟他差不多 因為他經常都不聽 Out of Try in Time 他就叫做Poodoo Reefing We Are 其實很疲倦 很疲倦 其實 那 73年的時候 所以 Ian Gilran就離開了 這班人 現在你看到 Gran Hughes Richie Bradmore Ian Pace John Lowe 和這個新加入的 Devick Overdol 他直到73年都沒有說 Poodoo Reefing We Are的時期 直接 skip了 直接去了Mk3 七四年 七四年 他們去了Carnifornia Jam 算是Devick Overdol 第一次出的大Show Devick Overdol 以前從來沒有出過大Show 都是在小Band裡夾一下 之類 好了 又是用Fender Ritchie Bradmore 73年的時候 拍到他哥本黑羹那場Show OK 我最喜歡看這些相片 幾人贏 OK 73年 是 這個是 Marshal Major 來的 75年 75年的時候 幾人又贏 對 對 玩夠東西 這張照片我也很喜歡 高清 74年 USA 就是Carnifornia Jam 對 現在說的是Wingbo 75年 差不多去到Live in Paris 差不多最後一場Show 之後呢 他出了來搞一隊Band叫Wingbo 當時呢 當然是他做主帥 對不對 他就找來Volume Jim Steele Volume Jim Steele 之前呢 就是 那隊Band就是跟Deeple 做暖場Band的 其實Band Band一直有留意 Dio的聲音 不錯 後來他自己決意出來搞Solo 的時候呢 就找了Dio做唱 那這一個呢 對 對 Live to White 這一個呢 就叫做 Garry 不懂得讀 唉 那 那 這班人呢 後來其實出Live 都換了 那 因為其實這班人 本身這班底 其實就是Dio 對Band 的人 但是 Band 我一直都覺得他們的水平 還沒合格 那 那 基本上第一支碟 Man on the Silver Mountain 那支碟 後來都是由Band 自己彈回來 因為他覺得Band 速度 啊 想頭上都跟不上他 那當然了 Band 自己是一個很自傲的人 覺得別人做不到的要求 就是 我做算 類似這樣的人 對不對 1975年了 兩位合照 Band 和 Volume Jim Steele 好了 76年了 這場秀 像是大家 藝術臨場 或者會見過的 In Concert Program 那 就 出個碟 對 那 77年 77年的時候 這個陣容 已經算是 幾頂班 那因為這個時候 有 Volume Jim Steele 然後 後來 Bot Daisy Ritchie Beck王 吉他 然後 David Stone 是 Keyboard Cose Powell 是 後來的古王 對很多 Metal佬 都是很偉大的古老 因為 力水 打Lambric Logo 對後來的Metal 都非常大影響 那 Bot Daisy 後來就去了 幫Ossi Osborne 和Bass 對 好了 81年的時候 其實 Volume Jim Steele 在1978年之後 出了Lambric Volume Jim Steele 出完Show之後 沒來 七八年尾 就已經 被 Bassabath 說 你過來幫我玩 然後 他就過了 去Bassabath 唱 當時 Ossi Osborne 就Solo 去了 Bassabath 唱 後來 他就換了 Jolene Turner Richie Bedmore Bobby 不知道什麼 這是Wordel Grover 這就是Wordel Grover 還有Don Don Don Elly 就是現在Deep Purple的Keyboard Richie Bedmore 這堆都是他的照片 82年的照片 那要講返Vchip 那要講返Deep Purple 其實1984年就是它的歷史性算是回歸 當年其實也有很多新Bang想彈起的 但都比這件事 都比Deep Purple1984年回歸這件事淡化了 都算大事 那當時出了這首歌是Perfect Stranger 雖然我們聽到就覺得 當然是以前那些Mk2 Spawn on the Watcher, Highway Star那些歌頂 但Perfect Stranger那個年代 那張力都很強勁 好了1980年 Badmall的吉他 這張照片是1985年 這個類似是Synthesizer那樣的東西 是隨身的Effect 巨盲牙非常之不方便 一飛就過了1995年 那他其實就 在這個年代的Ritchie Back War 已經換了做 幫了Angle Angle E-N-G-L 這個M做代理 那他就用Angle的M 已經沒有用Mascle了 好了說他後來 就搞了The Band 因為1995年 Ritchie Back War 已經深呼二難了 覺得都一般 好像 始終他1970年的人 玩回現代的音樂 那麼 Heavy Metal 那些東西 在80年代中期 至到90年代金紅 那他70年代的想法 來玩這些東西的時候 不是不好聽 但這件事就是 得與時並總是 做得不夠好 對 那所以 他就 找到他老婆 現在的老婆 Candles Knight 做了一隊 專門玩中世紀音樂的 那加少許電結他 的元素 在這裏 那所以 Badmore有時是會彈一下 電結他 會彈 那現在這個年代 你見到他 是玩一些 英國的古樂器 即是古代的樂器 對 直到現在 他現在都在玩 Badmore's Knight 即是一些中世紀的音樂 對 那他在說 Ritchie Back War 下年2016年 就是因為他的朋友 每個人都死了 即是John Lowe Dio 那些 都分別在2010年 2012年 他都離開了 那他就覺得 那麽多朋友都死了 他就想起 以前大家合作的日子 那些男人有時 想一下 想起以前的東西 就很想玩回以前的歌 那 但是 那時候Jolene Turner 其實一直都很想 黏回去的 但是Jolene Turner 始終都 現在都唱到有劈屎 那他呢 就決意 玩回一班新的人來玩 對 那 就 拭目以待 那聽聞 Jermany 即我有份去那場show 那兩場裡面 他都好像會 拍攝 拍攝 做DVD 或者Blu-ray 之類的 對 那現在Nemi 他就說 這個產品 另外一個賣點 另外一個賣點 他另一個賣點 就是1984年 Live in Japan 對 那 劇當中的照片 全部都在focus 我希望Badmore 希望Badmore 非常好 對 那他這些 無遺 對 對 我最喜歡他這些 嘩 OK 以Badmore 的fans 我非常喜歡 嘩 你可怕 嘩 嘩 對 這個就說 他的 Live Track 有什麼 Track 那 他就 分別是有 Spotlight Kit Spotlight Kit 正 Mistreated 一般 I Surrender 不行 Can Happen Here Catch the Rainbow Carsick Power 美式 Keyboard Solo Street Stream 我也不喜歡 Full of the Night OK Difficult to Cure 就是他自己的歌 吉他Solo Drum Solo The Blues Du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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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覺得他Blues 其實他自己的 jams 那就是 我們 接著 有All Light Long OK Lazy Carsity 我好不喜歡這首歌 但OK 有Smoke on the Water 好了 又拍這張照 Batmog 的collection 有彈牙bass 等等 好 那 就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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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 開尾 都可以用另一張照 好 把這張裝置 完成了 現在所有歌曲 都可以在YouTube上聽 一部分片 YouTube上已經可以看到 多謝各位收看 謝謝各位收看